基本上 有點像上禮拜主要是有講到就是說 除了可以一件輸出之外 你也可以另外 自動輸入 所謂的自動輸入就當 某一個儲存 某一欄 的某一個儲存格變更 自動帶出他其他欄位 後面的其他欄位 那以這一題來看 跟上禮拜 有點一樣的地方是 假如說我今天 輸入了一個開課日期 但是前提是你要先有個班別代號 所以我們可以先怎麼樣把班別代號 這些怎麼樣 也許可以先建一個清單給他 有沒有下拉清單跟上禮拜一樣所以 第一個我先把這個範圍 怎麼樣先把它Ctrl C 然後呢加一個這個 加一個工作表 這工作表也叫奇怪是我都叫清單 也就是說呢我先建一個開課班別的清單 清單 清單 這個清單裡面的話就把剛剛的東西貼到這邊來 但是呢 這裡面不能重複 所以我可以把它做那個 移除重複 資料裡面有個移除重複 的 這個功能 移除重複 然後有標題 按確定 那留下來的話就是這個清單 那這個清單如果將來我希望能夠讓他怎麼樣 直接在 這一 這一欄 有一個旁邊有個下拉清單 用選的 有沒有自動把那個 班別代號直接有下拉 用選的 那選完之後呢 那我就可以直接 再來就輸入 開課的日期 自動就帶出 結束日期 至少怎麼做 那第一個 先把這一欄 選起來 利用什麼呢 如果我要每一個 做一個下拉清單的話 那我可以用什麼 資料驗證 有沒有還記得 選 清單 這一欄先選起來 然後呢 來源的話按一個F3 因為我剛剛有建了一個那個名稱 那那個名 名稱還沒建 取消一下 清單裡面如果要建名稱 選這個範圍 上面有他的名稱 公式裡面的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有沒有 把 上面的名稱 變成一個 上面的這個 欄位名稱 變成一個 我們的 這個定義名稱 好 那你會發現 班別代號 對應的就是下面這個範圍 好 那切到這邊來之後的 選舉這一欄 利用什麼呢 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再把這邊改成 清單 F3 找到那個班別代號 好按確定之後 再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只要是這一欄的任何地方 有沒有 他就會多出一個下拉清單 那這個下拉清單呢 主要用途是 如果我要開一個 2017年的那個 比如說 在8月的 第1期 好了 這個是期別 然後呢 這一期我要開什麼課呢 我就開一個 也許 我是開一個 比如說 C02這個好了 C02的班 那我就選一個 C02的 不是在裡面 C04好了 假設我選一個 C04的班 那再來我輸入什麼呢 上課的第1天 是 2017年的 假如說是那個 8月 假如是8月7號好了 OK Enter 那我希望怎麼樣 當我輸入這個8月7號 自動幫我把什麼呢 他的那個結束日期 自動帶出來 有沒有 不然的話你可能還在做一次 把那個公司 再做一遍 那當然浪費時間 那怎麼樣能夠 當我輸入一個什麼呢 開課的日期 自動帶出 我的結束日期 OK 那當然前面我們講過 如果我要一鍵完成的話 當然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啦 比如說我今天呢 做一個 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呢 也許叫做 結束日期好了 然後呢在這邊跑回圈 For i 等於第2到最下面一列 做什麼呢 在他的D欄裡面 塞一個什麼呢 塞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呢 實際上就是 我們剛剛做的這個 這個公式 最後完成的這個 就這個完整公式 那只是我怎麼樣呢 把它Ctrl C 放到這個後面 那我講過 就是說呢 你把這個公式放在後面之後 如果有列號的話有沒有 把它改成 雙一號雙一號移到中間 And 再移到中間 應該還記得吧 把那個列號變成一個什麼 I的變數 And 前後加空白 做完之後這邊也有一個 B2 一樣把這邊有沒有 這個 Ctrl C 這個B2的話 把它改成什麼 一個變數 用變數來代替那個列號 那你可以直接就輸出 你會發現 全部都OK了 最後這個好像格式沒出來 這個可能是格式關係 其實 最後應該是怎麼樣 怎麼樣 把這個 把這個 複製格式好了 這邊再做一下 當然 你想說如果將來要格式也進去 該怎麼做 不過這個後面我們再來看 清除的話呢 直接把它清掉 執行 這個是 前面講過的 有沒有 如何把公式 丟到儲存格裡面 可是你想說老師那可是我不是希望這樣子 我希望這邊可以怎麼樣 輸入旗別 然後呢 再輸入什麼 輸入我的那個 開課的代號 輸入日期 按Enter 自動把這個代出來 怎麼做 在上個禮拜講過了 你可以想想看 這個也是 互相有關聯性的 其實主要 拿上個禮拜的東西來改 應該可以改得出來 怎麼做我想請各位先 把那個 第一個 我剛剛是建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來源是把開課 斑別裡面的 這一欄 直接移除重複 剩下來的 再到 開課的 旗別這邊 把B欄 變成什麼 下拉清單 用的是利用什麼 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代號 清單 然後呢 開課的 代號 OK 那後面的話呢 我是做了那個所謂的一鍵完成 不過這個前面有做過 那我 有把它做出來 也許我可以一樣 如果你有些漏掉 那你可以直接再參考雲端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禮拜的那個 比如說我今天一樣 哪一期課程 比如說 這個往下 也是一樣 這一期好了 然後 哪一個課程 也許哪一個代號 假設 這個代號 然後他的開課日期 輸入之後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剛剛好 可以讓他怎麼樣 比如說 8月 19 Enter 然後自動代出這邊來 自動代出 那這個邏輯跟上個禮拜講的一樣 第一個 我要先知道 到底是 哪一個物件 特別注意喔 指的是這個工作表物件 所以你切到visual basic裡面 找到哪一個呢 找到這個 工作表物件 它叫開課 其別 所以特別注意喔 程式是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一個 有沒有 刮壺喔 剛好工作表2 點兩下 當這個工作表怎麼樣 這個工作表叫work sheet 當他怎麼樣呢 被change的時候 所以這個是一個事 這個是物件 這個是事件 當他被change的時候做什麼呢 第一個 我判斷一下 是不是 變更的那一欄喔 其實只要 只有c欄 才會做後續動作 如果其他欄我都不管 怎麼辦呢 所以這邊做一個邏輯判斷 上禮拜講過了 if什麼呢 target 點colum co colum 就是他的欄 等於第三欄 那你不能用c then enter兩下 endif OK 做什麼事呢 如果我說 變更的是第三欄 那我就怎麼樣呢 假如這邊輸入了 好這邊delete掉 我先 先等一下 再 如果是第三欄 輸入完對不對 他會按enter 會change change之後做什麼呢 欸 那我就把 他同一列的 D欄 裡面 丟一個公司進去就好了 OK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上前面也講過啦 其實這個不難 也不用10倍 但是要熟練 不過你有忘記沒關係啦 上禮拜雲端的東西還在 所以 切記啦 我是建議你如果 以後 希望 只要忘記 可以查的話 請你把它放在你的雲端白板 以後你也可以弄一個自己的雲端 反正這東西的話 把常用的 範本 自己稍微整理一下 以後反正打不出來沒關係 複製貼上來改種會吧 OK 那 不過建議還是用 理解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寫程式也是用理解的 每一行每一行 都是用理解推理的 自然也不用背 而且也不容易寫錯了 而且你會發現每一次寫出來 真的每一次都一樣 盡量都有固定的SOP 那再來的話如果是第三欄 我把他的 隔壁這一欄 丟公司 所以我先指向 他隔壁那一欄 隔壁那一欄是哪一欄呢 特別是Sales 隔壁那一欄的儲存格 哪一列呢 跟那個變更的那一個 Target 同一一列 所以Target點落 這上一半講 逗點 哪一欄呢 那我就隔壁那一欄 那當然你可以打個4 或者你可以打個D 這個都沒關係 等於什麼呢 先打個雙一號 因為我要丟一個公式 丟公式 就是剛剛那個公式 所以你可以 把剛剛的公式 或者是說呢 我們 直接拿這邊來看 這邊有 直接拿這個複製也可以 複製 取消掉 就這個公式 幫我貼到這個刷引號裡面 貼上 然後呢 改一下 因為列你不可能永遠都是第2列 所以呢 這個2 這個2 改成什麼呢 剛剛是改成I 不過這邊的話 請你改成什麼 Target點落 OK這個上禮拜都有講過 所以 只是做複習 刷引號刷引號 移到中間 ANDAND再移到中間 然後呢 把這個Target點落怎麼樣 複製移到中間 然後呢 再把AND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完成了 OK 其實說的沒什麼啦 可是 不要做錯 這個就要熟練 把這個頭跟尾 雙一號到雙一號 剛剛改的 複製一下 貼到剛剛這個2的上面 把它蓋蓋過去 應該可以理解那個道理吧 因為 都是 跟 變更的那個同一列 所以貼上 這樣子OK了 那 這樣子就完成了 OK 所以 如果說你想要試試看 到底對不對的話 我是建議這邊可以設個中斷點 然後 再到哪裡呢 再到這邊 輸入公式 2017 的那個 斜線8月 17好了 隨便輸入 Enter的動作有沒有 他會觸發 這個工作表的 Change事件 那Change的話呢 會告訴他 Target 就是 這個儲存格 OK Enter 有沒有 他卡在這裡 然後呢 Target是不是 第三欄 第三欄 所以他會進到裡面 做什麼事呢 幫我把 這個公式 你會發現 Target點6是30 沒錯30 丟到哪一個呢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丟過去 OK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 但是 會有個遺珠之憾 什麼 就是 這個格式 PoK 你想說 老師那這個怎麼辦呢 你總不能說 這邊把上面呢 用油漆桶 這個吧 複製格式一下 刷一下 可以不可以 那可以啊 變感覺好像做一半而已 但是如果你不想這樣子 怎麼辦 其實有個方法 就是 再把這個儲存格的格式 改成 跟上面一樣的格式 那這個要怎麼寫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 你先 知道一下 這個儲存格裡面到底放 什麼 公式 有沒有 制定一下 他預設是這個 這個是他的格式 的公式 那我如果要把 他這個格式的公式 動態的丟到 那個儲存格裡面 的話 怎麼做喔 這個地方 還蠻重要 以後如果你這個學會啦 很多地方都可以類似像這樣用 一 先把這個複製一下 二呢 切到那個剛剛的公司這邊來 然後怎麼樣呢 把它 Enter一下 打一個 Sales 點 點 先點 刮壺先不要刮 因為刮壺刮了 我前面講過 他不會有點 裡面有個 Lumber 打個N Format Local 這個好像我記得前面有講過 類似的 然後 等於什麼呢 雙引號先打一下 兩個 一到中間 把剛剛的那個 貼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有沒有啊其實呢 指的就是什麼 在 Sales的儲存格裡面有一個叫 Lumber FormatLocal 實際上就等同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裡面 那個後面的公式就等於是在那個 裡面的那個我們看到那個格式的公式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 Sales後面請你記得 把上面的刮壺這個 複製到底下 如果你不加這個刮壺 他指的就是所有的這個工作表的所有的儲存格 那你想說老師為什麼你後面才打 後面才加 因為如果你加了之後有沒有 你就點下去 這個地方有沒有 剛剛點下去會有 Lumber FormatLocal 的提示嗎 現在會不會提示 現在不會提示 差別在這裡 但是如果你想說老師那我打得出來 沒關係 你就可以直接刮壺打完 點然後自己打Lumber FormatLocal 也OK啦 只是說我覺得 好像要被 要寫那一串 很容易做錯了 所以 我的習慣是什麼 先 點完之後 再把刮壺加上去 不過常常會有同學 打得太開心了 最後忘了加刮壺 那就麻煩了 他變成整個儲存格全部 整個工作表裡面儲存格全部 都變成 這個格式了 有點像是什麼 全選 全選有沒有 按右鍵 儲存格式 把這邊全部制定成剛剛那個格式 意思是一樣的 OK 所以這個地方 讓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我把它 不過這個如果delete掉 好像這個應該會出錯 我再這個再選一次 然後 2017的 斜線 8月18 好了 Enter 有沒有 這個時候 格式會過來 你想說老師 前面這個沒動 可不可以順便一起 可以啊 那你可以怎麼 就這個地方如果沒動的話 那你乾脆怎樣 這個感覺應該 會吧 複製一下 再怎麼樣呢 應該把這個 C啦你順便變一下 這樣就好了 OK 兩邊就一起動 這個地方我想各位試一下 那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打操 打操